艺云膏 HH第30多节枪佛 艺术成就被列入美国国会记录 2008年4月3日 由全球佛教出版社和世界法英出版社出版的多节枪佛 第三世纪十一书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举行了庄严隆重的首发仪式 美国国会图书馆并正式收藏此书 自此人们才知道原来一直广受大家尊敬的义云高大师 养恶意西诺布大法王 被世界佛教各大教派的领袖或摄政王 大活佛行文认证 就是宇宙始祖报身佛多节枪佛的第三世将士 佛号为第三世多节枪佛 从此 人们就以南摩第三世多节枪佛来称呼了 这就犹如释迦牟尼佛未成佛前 其名号为西达多太子 但自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就改称南摩释迦牟尼佛了 所以我们现在称南摩第三世多节枪佛 尤其是2012年12月12日美国国会参议院第614号决议正式以 His Holiness来冠名第三世多节枪佛 即HH第三世多节枪佛 从此南摩第三世多节枪佛的称谓以定性 而且第三世多节枪佛也是政府法定的名字 以前的义云高和大师总持大法王的尊称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 这个新闻是在南摩第三世多节枪佛佛号未公布之前刊登的 那时人们还不了解佛陀的真正身份 所以 为了尊重历史的真实 我们在新闻中仍然保留为法定第三世多节枪佛称号前所用的名字 但大家要清楚 除HH第三世多节枪佛的名字是合法的以外 在未法定之前的名字已经不存在了 义云高 HH第三世多节枪佛 艺术成就被列入美国国会记录 2006年8月9日 日本报训佛教法王养额云高义西诺布 义云高大师的成就获得国会的肯定 美国国会今年7月19日将义云高大师的成就列入国会记录 义云高大师国际文化基金会会长田伯源特召开记者会向华人社会宣布此事 义云高大师国际文化基金会会长田伯源 引述国会记录说 俄亥俄州选出的参议员和 Stephanie Jobs Jones在参院提案通过将 义云高大师的艺术成就列入国会记录 国会记录中说艺术大师义云高是一杰出的艺术家 他的作品涵盖绘画、书法、文论、雕刻、折眼等在全世界很多地方展览过 他的书画反映了佛教的主题 充满和平忍让的观念 他的作品充满了大自然的平衡与永叹 Stephanie Jobs Jones在国会提案记录中说明 义云高大师的精选作品曾在美国国会展出 观赏者十分踊跃并受到广泛的家评赞叹 义大师的艺术成就得到美洲国家组织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认证 因此他特别在国会提案推崇艺术大师义云高在艺术上的成就与贡献 三番是花藏寺 现正展出义云高大师的世界瑰宝及成就展 即展出21大类 1.佛像造型设计类2 诗词类3 古文类4 现代文类5 迎莲类6 折颜类7 书法类8 金石类9 中国画类10 锡画类11 壁画类12 绿板类13 瓷砖类14 玻璃画类15 立体画类16 画矿类17 茶叶类18 宝剑品类19 蕴雕类20 鸽带类21 百千万劫难遭遇无甚深佛法类 展出的每一件作品都是世界极高水准 200余件作品中有的作品被公认为不是人类能做得了的 而是天上降下来的宝物 达到人类无法复制的美妙和高度 一云高大师的成就是我们人类世界绝无仅有的浩瀚成就 展出地点在三番市花藏寺 花藏寺 地址在3134 第22st San Francisco CA 94110 电话415 920 9816 免费入场 由于观赏者踊跃 万象旅游特于8月3日起推出观展专车 获得热烈的回响 李林参加专车观展后说 这些作品根本不是人能做得出来的 只能说是天工 记者有幸拿到伊本阳俄云高益西诺布所做的正法宝典 书内祥烈大法王的成就就有30大类 此书题是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 华藏寺展出21大类 现在又冒出30大类 从书中看出大法王的成就是无尽意的 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成就